因多次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中,减出有害生物。 中国海关总署于本月初取消了问题严重的,加国最大油菜籽公司,理查森国际公司Range Arts International Limited,对华出口资格。 在这之后,海关总署于3月26日,又是出最新通知称。 中国撤销了第二家家企威特发公司Vitara,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许可证。 针对此举,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声称,这是中方向加方施压,对加拿大油菜籽出口,造成重大打击等。 而对此我外交部早前已表态称,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,当然是有根有据的。 海关总署官网截图,CBC报道截图。 根据海关总署释出的通知显示,南宁、大连海关,从加企威特发公司进口的油菜籽中,发现了简易性有害生物。 为防止有害生物传入。 根据相关规定,海关总署已撤销威特发公司,及其相关企业的注册登记,暂停其油菜籽进口,并向加拿大食品检验署通报了上述情况。 通知还提到,未来将继续加强对进口加拿大油菜籽现场检疫和实验室检测鉴定,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海关总署。 同一天,海关总署还发布了更新至3月26日的加拿大书华小麦大麦大豆油菜籽注册企业名单。 威特发公司总部,位于加拿大萨斯卡撤恩省的里甲纳。 该公司是加拿大另一家,主要从事油菜籽出口的公司之一。 加媒CBC报道称,威特发公司发言人,在接受采访时声称。 可以确认的是,中方已经扩大了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禁令。 我们正在与加联邦政府、加拿大油菜籽委员会密切合作,收集更多有关情况的资讯。 该发言人还宣称,其公司所有出口产品都经过检测,符合特定的进口标准。 我们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 得知被禁的信息后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6日表示, 加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情况,并强调说加拿大的油菜籽质量是一流的。 围绕其做的检测也是一流的。 他还表示,将考虑派一个高级别代表团,前往中国进行协商,解决有关问题。 讨论我们在监督、检查和科学方面所做的工作,以确保加拿大出口产品的安全和质量问题。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国,而中国目前是最大的油菜籽进口国。 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,2018年,加拿大对中国油菜籽出口总额达20.2亿美元,约135亿元人民币。 在截至去年7月31日的最近一个作物年里,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了423万吨油菜籽,超过了第二大和第三大油菜籽市场的总和。 早在本月初,黄埔、大连、南宁、深圳海关,连续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中,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。 为此我海关总署宣布撤销问题严重的理查森国际公司,对华出口油菜籽的资格,并要求各海关加强对进口加拿大油菜籽检疫。 对于加拿大外界,所谓中方施压的质疑,我外交部发言人陆康,早前已在记者会上表态称。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,中国政府做出上述决定,当然是有根有据的。 中国海关根据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,做出暂停进口的决定,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。